静宗讲四种念佛 第一个是摄像 第二个是观想念佛 十六观经 第三种叫观像念佛 十六观念里面的一种 就是塑造佛菩萨形象 天天去看 看佛像 把佛的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重在自己阿雷耶识里面 看着时间长 看着次数多 就是常识寻修 让阿雷耶这个佛种子有力量 他就起先写 观像念佛 最后一种叫持明念佛 持明在十六观是第一 第十六观 最后一观是持明 所以十六观里面 有观像 观像持明 此地将的十四象念佛 十四象念佛 就是一心正念正如 我们从这首记词里面 我们从这首记词里面应该了 于一切法 清清楚楚 明明白的 痛大小了 但是没有起心 未动念 未分别 未止住 这叫念佛物体 发生菩萨的境界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怎么说 怎么个说法 要把一切事与人看淡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你能入境界 你要不知这个四十真相 那你要想入佛境界 没指望了 古代的说了 那得到等到驴年 你们想想 十二生肖里头 哪个是树驴的 而说驴年呢 你才有希望 就是说你根本也没希望 十二生肖里头 没有驴年 是 就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